行婚两年,我从未想过宋慈会做出这么出格的事 我们的婚床上,躺着另一个女人 我煞时间手脚冰凉,耳朵嗡嗡地响 连呼吸都觉得困难,喘不上来气 宋慈听见动静醒了,她有点猛,看着我 嗓音还有点沙哑 她说,sorry,宾馆满了 小伙伴们,大家多多点赞关注 每天更新完结全文,开始进入正文 宋慈和我是青梅竹马 两年前她拉着我的手去见爸妈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日子很好 宋慈妈养的枝子花,含苞待放 整个客厅都是清新,温和的香气 我们要结婚了 宋慈妈高兴得合不拢嘴 我是她眼前长大的孩子 宋慈妈和我妈是几十年的好闺蜜 连起名字都是成双成对的起的 我叫唐诗,她叫宋慈 我就知道还得是你,才能让宋慈收心 试试 我能吗?我何得何能? 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人人羡慕我和宋慈 可是,她根本不爱我 我深深地呼了一口气 视线索急是宋慈那张放荡不羁 又坦然自若的脸 躺在她身边的人醒了 她小心翼翼地给她网上拽了拽被子 唇角带笑地看着她 眼神如同三月的春风 而我心里却是领冬九天寒 空气中残留的暧昧气息 让我忍不住恶心想吐 我转身离开了我们的家 宋慈没有追出来 我坐在家附近的咖啡厅里 一座一个小时 服务员问我 小姐,咖啡都凉了,你不喝吗? 我扶了一把脸 才发现泪比咖啡凉 手机震动 我抬眼望去 朦胧的水期间 我看见发信息的人是宋慈 什么时候回来 她已经走了 我第一次没有秒回宋慈的信息 暮色僵致 我在咖啡厅坐了一个下午 坐到腿脚发麻 回到家的时候 宋慈窝在沙发上打游戏 灯光将她的侧脸描绘得美妙绝论 宋慈,我们离婚吧 我听见自己如是说 宋慈修长 西白的手指顿了一下 等我打完这把游戏 她说 我一如既往 贪婪地看着宋慈的眉眼 可我第一次觉得疲倦不堪 她不爱我 我是知道的 可上了赌桌的人 没有一个是想空着口袋走的 两年行婚 我以一颗赤诚的心为宠马 直到今天我才清醒地认识到 原来我真的输了一毛钱都不剩了 你想好了 宋慈的游戏赢了 嗯 她瞟了一眼我的眼睛 有喜欢的人了 你在意吗 我问宋慈 宋慈笑了 所以到底有没有 你看 但宋慈永远都是这样 总是让我觉得模棱两可 让我觉得有机可乘 没有 我双手掩面 声音从我冰凉的指缝间 传到宋慈的耳朵里 我就是累了 行吧 宋慈答应得挺爽快 当天晚上 我收拾了东西 离开宋慈的房子 走到门口的时候 宋慈问我 这么着急 我点了点头 没再说别的 生怕说出什么 让彼此都难堪的话 宋慈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行 正好我明天让笑笑搬过来 是那个女孩的名字吗 笑笑 很好听的名字 听起来就是个阳光明媚的女孩 我暂时没有想好 该怎么和我妈说 从宋慈的房子里搬出来后 我先住到了闺蜜家里 清理东西时 我突然发现 有东西落在了宋慈的房子里 于是赶紧返回去去 然而到门口我愣住了 我其实是不信 宋慈会这么快地让笑笑住进来的 我以为她只是说说而已 笑笑是个很娇小的女孩 宋慈老是开玩笑说 幸亏我嫁给了她 不然以我1.72米的身高 没有几个男人会心疼我 走在路上 就像是兄弟一样勾肩搭背 他们打得闹闹 说说笑笑 那样体贴入微的宋慈 我从来都没有见到过 行婚的时候 我们约定好 一旦遇见了真爱 就喊对方自由 宋慈啊宋慈 我是不是该感谢你 让我撞见那一幕 不然我到城了不时去 赖着不走的了 也免得你开这个口 看到我出现 他们两人似乎有点意外 我回来取东西 我对他说 宋慈不治可否 我将婚戒摘下来 放在了二楼卧室桌子上 宋慈推门进来 戒指都摘了 嗯 我几乎是一夜没睡 声音有点哑 宋慈 祝你幸福 不知道为什么 宋慈脸上的笑意有点发凉 你现在住哪 我明天去接你 我听见笑笑上楼的声音 一步一步 重重地踏在我心房 趁着我向了第三者 不用了 明天我们在民政局见吧 宋慈点烟的手顿了一下 他眯着眼看向我 不至于吧 就算离个婚 我们也是朋友 这么多年了 你和我生疏个什么劲 宋慈啊宋慈 我贪念你一点一滴的好 可我再也不愿意重蹈覆辙了 还是不用了 我转头下楼 和笑笑擦肩而过 我们很有默契的 谁也没打招呼 我和宋慈 到底还是在民政局门口见了面 时隔两年 他一如往昔 地面上没有什么波澜 结婚的时候 只有我一个人欢心鼓舞 离婚的时候我想 也只有我心里翻江倒海吧 进去之前 宋慈突然拉住了我 你真想好了 我的脚步顿了一瞬 站在台阶上 我看见了不远处 在宋慈车里的笑笑 我朝下面一个台阶的 宋慈点点头 想好了 宋慈 我们离婚 流程很快 签字 交钱 离婚证下来 民政局门口宋慈 将离婚证递给我 我妈和你妈那边 手机铃声突兀地 打断了宋慈的话 邻居在电话里说 我妈晕倒在家里 我心急如焚 顾不上和宋慈说什么 就跑了起来 宋慈从后面 一把拽住了我的手腕 怎么了 我问宋慈 怎么了 唐室的妈妈生病了 咱们先去烫医院 哦 那赶紧去看看吧 抱歉 咱们晚点再去吃小龙虾 嗯嗯 不着急 真乖 给笑笑系好安全带 宋慈侧身亲了他一下 我如坐针毡 两人似乎约好了去庆祝 眼前的宋慈 是我从未见过的样子 他温柔宠溺 连眼神都充满爱意 认识他12年 他一次也没有陪我吃过小龙虾 当时他怎么说来着 哦 他说这玩意儿又贵肉又少 包起来还费劲 不喜欢 如今看来 他不是不喜欢小龙虾 也许只是不喜欢我吧 苦涩在我唇角样开 离婚正被我钻得死死的 坚硬的棱角 深深地陷入我的掌心 似乎只有这样 我才能好受一点 赶到病房的时候 我妈已经醒了 见我和宋慈忙前忙后 她笑得一脸欣慰 我妈一直很喜欢宋慈 喜欢得不得了 和宋慈离婚这事 我不敢说 怕刺激到她 宋慈很会扮演模范丈夫 她顺势搂住我的胳膊 夸我孝顺 善良 我第一次有点排斥宋慈的接触 说上来什么原因 也许是我亲眼见到了 睡在她身边的笑笑 他们肌肤向贴 我去问问医生情况怎么样了 我从宋慈的怀抱里正拖出来 却一头撞在一个提拔的身子上 学长 说实话我没想到 会在这里看到袁曲 这是你母亲 袁曲似乎也有点微微惊讶 我点点头 我和袁曲是大学时在社团认识的 那时候社团的人都说 袁曲喜欢我 为此我俩还传过一段绯闻 不过这件事我从未当过针 袁曲安慰我没什么大事 只要在医院住一阵子 控制好饮食和情绪就好 我看见旁边病床的阿姨 原来是袁曲的妈妈也生病了 住在隔壁床 真是无巧不成熟 言语间 袁曲撇到一旁和我妈说话的宋慈 你 先生 她有点停顿 我目的地点点头 我在大学毕业后不久 就向宋慈提出结婚了 她妈喜欢我 我妈也喜欢她 加上宋慈并不排斥我 两边一拍即合 我俩就把事办了 还记得新婚典礼结束后 宋慈喝得醉醺醺的在我耳边说 除了爱情 她什么都能给我 这些年 她确实也做到了 电话铃声打断了我的思绪 我看见宋慈手机屏幕上 显示着笑笑宝贝几个字 妈 公司有点事 我先走了 改天再过来看您 宋慈说完就走了 我妈笑着跟她说拜拜 转头就教训我道 宋慈那么忙 何必折腾她过来 宋慈忙 你也要多体谅她些才是 我心中苦涩 一点头 眼泪汹涌而出 把我妈看得惊住了 说你两句 咋还哭了 再见到宋慈 是在医院12层 我去取报告单的时候 一对情侣依偎在一起 在形色匆匆的医院人群中 显得格格不入 看到笑笑打着石膏的腿 我心中顿悟 难怪啊 她那天那么着急 原来是笑笑受伤了 双脚灌签一般 我没办法再走半分 就呆呆地愣在那里 唐尸 原曲的声音 把我从愣神中解脱出来 她不动声色地站在我面前 将我和宋慈隔绝开来 医生说 阿姨的指数已经正常了 你不用太担心了 我点了点头 和我一起上楼 再看看阿姨吧 好 我不知道 原曲盛世也看到了那两个人 但她的出现 缓解了我的尴尬 我心中微动 我跟上她来到电梯口 电梯门刚开了的缝 就听到一阵喧闹声 一群人在电梯里 推推嚷嚷 乱作一团 一个小护士上去劝架 却被推到一边 眼看着她要撞到旁边 挂着掉平的一栋支架 我伸手想要拉住她 却不想 这时支架竟然改变了方向 迎面朝我砸了下来 千针一发之际 有两只手挡在了我面前 是宋慈和原曲 我将小护士扶了起来 他们两个受伤了 小护士道 我本能地往宋慈的方向看去 他的手上有一道长长的血痕 稀稀利利利地滴着血 我的心一下子被揪得紧紧的 我张开腿 就想往宋慈那边去 宋慈 笑笑焦急的声音 将我的动作定在原地 看着笑笑一拳一拐地跑过来 我硬逼着自己换了方向 朝原曲走去 学长 我看看 怎么样了 也顾不得避讳 毕竟她是为我受的伤 我端起原曲温热的大手仔细查看 相比宋慈 原曲只是滑了到小口子 也没怎么流血 没事 这么点小伤 不疼的 原曲的嗓音很低沉 又透着骨轻柔 不行 伤口再小 也要处理一下 抬眸之间 我被一道不容忽视的视线 吸引了过去 是宋慈 我很少见她这样冷的脸色 眸子甚至都有些发红 可又感觉眸子深处 有什么东西碎裂开来 周围的声音嘈杂不堪 我在宋慈痴人的眼神里 动弹不得 上一次见到这样的宋慈 还是在高二的时候 当时我被班草兰在学校的花囊告白 那时的宋慈 也跟现在一样 板着一张冷脸 不高兴极了 我甚至一度以为宋慈在吃醋 可事实证明 是我自以为是 是是 她低血的手 唐诗 你看不见我受伤了 我抬起头 对上宋慈乌云密布的眉眼 近半个字也说不出来 她死死地盯着我 好似要把我的灵魂都看透 在她身后 我看到笑笑 正艰难地朝这边挪步 宋慈 看到宋慈无比紧张地 扶住差点摔倒的笑笑 我的眼睛微微发色 让你在原地等我 你怎么不听话 又伤到怎么办 在宋慈温声细语的关怀中 我跟着圆曲上了楼 病房门口的时候 我的脚步停了下来 她这样 你有什么打算 我 我不知道如何说起 心中似有千斤重 压得我快要喘不过气来 诗诗 你是个好女孩 你值得被人好好宠爱 圆曲的话 一下子破了我的心房 我再也忍不住 蹲下来小声痛哭 我是有多久没听到这样的话了 我也值得被人好好宠爱吗 身后的垃圾桶突然发出冬的一声 我和圆曲回头 就见到宋慈面色冰冷地 将进雪的餐巾纸丢进垃圾桶里 手上的鲜血一个劲地往外涌 你 我本想质问宋慈 为什么不在肖像那里待着 但视线触及她手上的伤口 瞬间就变了掉 你在这里等着 我去找绷带 等我找到绷带回来 宋慈已经不在了 只有圆曲留在原地 她接了个电话 走了 圆曲说 呵 我不禁在心里嘲讽我自己 直到如今 我还在期望什么 圆曲将绷带从我手中拿走 看着那被指甲抠出的凹痕 叹息道 唐尸 放过她 也放过你自己吧 圆曲拍了拍我的肩膀 留我一个人独处 我鼻头猛地发酸 我和宋慈 似乎永远都是我追着她跑 我以为只要我一直追 总有一天能跑到她身边 却不曾想 她根本就不在我以为的前方 不知道什么时候 她已经从我的世界偏了行 一夜未眠 第二天我顶着黑眼圈 来到医院的时候 宋慈竟然早就到了 周六日 宋慈从不早起 这个习惯十几年从未打破过 难得的 我有点搞不懂 宋慈在想什么了 她给我妈包橘子 逗她开心的一上午 中午又在病房叫了外卖 吃完后 在老妈的催促下 才说送我离开 不用了 你回去吧 我在这儿就行 没给我反驳的机会 宋慈直接把我拽出了病房 你不用去陪笑笑吗 病房门外 我正脱了她的手 今天她搁来陪她 我的心狠狠的一颤 我在宋慈这儿 大概永远都是备选吧 无聊消遣的工具罢了 宋慈想要牵我的手 我却条件反射一般 甩开了她 从前只要是出门 我总吵着要宋慈牵我 哪怕她觉得麻烦 我还是坚持 我那时总幻想着 让大街上的人 看到我们手拉手 小情侣的模样 我就会得到满足 可是现在这只手 不干净了 那是牵过 抚摸过笑笑身体的手 唐诗 宋慈的脸沉了 声音也跟着沉了几度 你到底怎么了 我突然感觉疲惫至极 我们已经离婚了 宋慈 宋慈的脸色冷了 她瞥了一眼病房 是不是因为人群 你才想和我离婚 是又怎样 不是又怎样 宋慈 我早晚会喜欢上别人 这件事与你无关 我以为宋慈 听懂了我的话 却没想到 自那之后 她完全像变了一个人 她每天下班 都会来医院看望我妈 陪我们吃饭 聊天 我不止一次地想问 你想过笑笑的感受吗 人总是不经念叨的 某天我从外面回来 看见了站在我妈病房门口的笑笑 我心咯噔一声 你有什么事吗 最终我和笑笑 还是在医院旁边的咖啡厅 坐了下来 拖有正房约谈小三的意味 只是时至今日 我觉得我更像是 插足之爱的小三 唐诗 你和宋慈已经离婚了 对吧 那天 我看着你们从民政局出来的 笑笑率先张口 她的声音很好听 语气不急不慢 温润尔雅 我点点头 你还爱她吗 笑笑问得很直接 我一时间如梗在喉 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宋慈是个好男人 他贴心 温柔 他会早起买早餐 会每天监督你有没有好好吃饭 会下了班开两个小时的车 就为了见你一面 会跟你一起畅想未来 生几个孩子 可是你们已经离婚了 求求你 放她走 好吗 笑笑的眼神我并不陌生 有期盼 有欣喜 剩两分祈求 看得出来 她是真的爱宋慈 好 原来 这个字儿说出来并不难 为了让宋慈多睡一会儿 我会起一大早 去她最爱吃的那家煎饼铺买早餐 为了让她一回家 就能吃上热乎的饭 我的晚间生活总是在厨房里 一遍又一遍的加热饭菜 我总是乐此不疲的 跟她讨论生个女儿吧 生女儿像你 而她总是充儿不闻 专心打游戏 原来宋慈并不是冷漠的人 只是她的冷漠 分人罢了 九月的天气一见凉了 我在外面站了许久 回到病房的时候 只有我妈闭着眼睛假妹 宋慈不知道哪里去了 我才想 她是在笑笑的病房里吧 这几天没有好好陪笑笑 所以笑笑才会找到我这里来 女孩子都是缺少安全感的 她也一定和她说了吧 神思间 我妈已经睁开了眼 诗诗 你过来 我妈的眼里一片清明 我方才知道 她刚才在想事情 没有睡着 怎么了妈 每次这样气阿滴的时候 我就预感大事不妙 你准备瞒我到什么时候 脊柱瞬间就僵硬了起来 我洋装镇定 我瞒你什么了 妈 光的一声 是我妈将旁边的水杯 扫落在了地上 我早就觉得 在医院的这几天 你一直对宋慈不冷不热的 如果不是我问宋慈 我都不知道你在闹离婚 当时 有什么事 不能跟宋慈好好沟通吗 非要离婚 老话说得好 或总是不担心的 我抖着手将杯子捡起来 感受到病房里 树到暮光都落在了我的身上 我深吸了一口气 决定全盘拖出 您先别生气 妈 我低着头 不敢看我妈的眼睛 其实我和宋慈 已经离婚了 什么 我妈震惊地看向我 之前不告诉您 是怕影响您的病情 我妈还是气得脸色潮红 你真是被我和你爸交通坏了 宋慈多好的人啊 你怎么就不跟他好好过 说离婚就离婚 婚姻是儿戏吗 我猛地将头抬了起来 再也不想忍了 大声道 妈 我跟宋慈是行婚 从一开始 我们俩就没感情 你 门枝呀一声开了 我没想到 宋慈会在这个接骨哑上突然出现 唐师 你出来 我有话跟你说 走廊上 宋慈叼着烟却没有抽 看着我仿佛在看一个陌生人 你怎么能跟妈说实话 万一又气到她怎么办 看吧 她也知道是实话 既然是实话 何必藏着掖着 说开不好吗 我累了 宋慈 我不想再继续瞒下去了 是因为圆群吗 宋慈将烟对折匹断 原来我的小心翼翼 我的欢喜 我的悲愁 哪一件不是因她而起 而她现在居然怪我一轻别恋 宋慈 你有什么资格这么说我 我怒急返效 是啊 圆群对我很好 我想跟她在一起 怎么了 你别忘了宋慈 我们已经离婚了 唐师 你无种再说一遍 宋慈死死地盯着我的眼睛 但怒气仿佛要将我吞没 说就说 怎么了 我今天豁出去了 我说 我喜欢圆群 我要跟她在一起 水气让我的视线有些模糊 尽管声音听起来有些颤抖 但我还是一字不落地说完了 宋慈张了张嘴 明显还想再说什么 但视线擦过我的脸 看向了另一个人 顿时面色更加阴沉 一只温热的大手 忽然包裹住我握拳的小手 我撇过头 只见圆群不知何时出现在我身后 脸上带着温柔的笑 宋慈 现在唐师是我的女朋友 请你不要再纠缠她了 不知道是不是圆群的演技太好 女朋友三个字让我心跳一顿 圆群说完 将我拥入怀中 我的侧脸撞上她的胸膛 温度隔着衣服透了过来 我竟莫名地感到心安 泪水很快打湿了她的肩膀 她却紧紧地握着我的手 直到宋慈离开 对不起 圆群 让你难做了 圆群松开了我 用指腹擦了擦我的眼角 一脸严肃地问道 你们真的离婚了吗 我别开脸 不愿让她看到我这副狼狈样 片刻后点了点头 谁都有过去 有勇气告别 才有机会迈向新生活 圆群的声音温柔得不像话 谢谢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声音仍旧发抖 实在不好意思 我也是情急之下才那么说的 我会和宋慈说清楚 免得她找你的麻烦 不用解释了 圆群递了纸巾给我 我单位正好也有女同事纠缠我 回头搞不好真的需要你扮演我女朋友呢 我如是重负松了一口气 行 我一定帮 后来我再也没见到宋慈 直到一个星期后 我妈出院 宋慈一言不发地站在楼梯拐角 吓了一跳 你来干什么 在宋慈靠近我的同时 我快速地向后退了两步 宋慈伸出来的手 墨地停在了空气里 今天妈出院 我来帮忙收拾东西 不用你了 我冷冷地看了一眼宋慈 是我让宋慈来的 老妈瞪了我一眼 转头又笑着 对宋慈说 宋慈 麻烦你了 没事 我应该的 宋慈想接过我手里的大包小包 但我死死地拽在手里 就是不给他 就在僵持之际 圆群忽然叫住了我 阿姨今天出院 怎么不告诉我 我妈说这段时间 跟阿姨聊天可开心了 让我一定要来帮忙 说完 圆群从我手里接过东西 往她车的方向走去 虽然我们是假的男女朋友 但是这一瞬间 我实实在在地 感受到了安全感 妈 坐圆群的车吧 我拉着老妈的手 跟在圆群后面 看我态度异常坚定 老妈也没再多说什么 这一刻 我只想遵从本心 做我喜欢的事 一想到自己以后 再也不用小心讨好宋慈 看她眼色形势 我突然有种 独立自主的感觉 原来做自己 这么开心 把我妈安排在后座做好 我帮着圆群 去放随身物品 圆群却突然牵起了我的手 宋慈过来了 我望着交缠在一起的手 抬头冲圆群笑了笑 压根没有看宋慈一眼 走吧 车子扬长而去 我坐在副驾驶 透过后视镜 看到宋慈站在医院门口 身影说不出的落寞 忽然一道卓人的目光 看向了我 我迎面对上圆群 专注的眼神 脸颊顿时发烫 能专心开车吗 哦 好 星期六一早 我收到圆群发来的消息 怎么了 学长 公司组织观影 他发来两张电影票的图片 可以带家属 我看到你朋友圈之前发 一直想看这个重印 就问问你 是情书的重印 最近被宋慈和我妈病情 弄得心力交瘁 根本没有心思看电影 却不知道情书都重印了 那是很早之前的朋友圈了 宋慈陪其他的女生看电影 我发朋友圈说想看情书 其实那时候 比起想看情书 我更想宋慈陪我 这样幼稚的事情 在我喜欢宋慈的时候 真的没少做 却原来 我在喜欢宋慈的时候 累积了这么多爱而不得的失望 思绪远了 直到圆群又发了一条消息 我才回过神来 我同事也在 我想起来 那天圆群说有女同事纠缠他 我飞快地在键盘上 打上两个字 好了 我似乎能想象到 圆群此刻嘴角的微笑 那我下班去接你 既然要给圆群称场面 自然要好好地打扮一下 我想 我翻出来很久 没有穿过的连衣裙 配上米白色的风衣和小短靴 画了个精致的妆容 宋慈不喜欢我化妆 我已经记不清 有多久没有碰这些东西了 画好之后 我也被自己惊艳了一把 妈 我跟人约了看电影 晚饭不在家吃了 等谁啊 圆群吗 自从我妈发现 我对宋慈彻底死心以后 她也就不再劝说我俩复合了 她知道 最近圆群最近总是约我 脸上也露出几分 我懂得神色来 女孩子矜持一点 早点回来呀 妈 你说什么呢 我抓起包出门 却在楼梯间遇见了宋慈 她的脸色很不好 看起来很憔悴 我从未见过 宋慈如此不修边斧的样子 是是 宋慈叫住我 我记得你说过 想看情书 今天刚好有重印 我买了票 一起去看吧 是巧合吗 我心头真刺一般的痛 那时候我多么想 多么想宋慈能陪我去看电影呀 哪怕不是情书 哪怕是他爱看的 只要宋慈在我身边陪着我就够了 可是如今 都像笑话了 不用了 我约了人 我绕过宋慈往外走 是是 宋慈就这么在门口拽住了我的手腕 我知道你那天说的是气话 我们从出生就认识了 我太清楚你是什么人 就算你不喜欢我了 也不会这么快和圆区在一起的 对吗 我望着宋慈 这一刻我替他感到悲哀 凭什么他认为 即使我们离婚了 我还必须爱着他 我用力地甩开宋慈的手 宋慈 这么多年 你有尝试了解过我吗 宋慈眼里的光莫地散了 随之而来的是迷茫 你没有过 宋慈 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真的清楚吗 宋慈 我不恨你 真的 人生前二十几年我们是朋友 以后我们还是朋友 我祝你幸福 现在 我也要去追寻我的幸福了 说完这些话 我忽然就释然了 圆区就在楼下等着我 我见到他的时候 他背对着我 不知在看些什么 学长 圆区应声回头 目光一时间黏在我脸上 没有动 那目光有些许浓烈的意味 我脸上突然有点火辣辣的 学长 这声才将圆区换回来 嗯 圆区点点头 将手中的东西递给我 你今天很漂亮 反倒是我不自在了 回眸的瞬间 我才看清圆区递给我的东西 是奶茶 大学后面的那家 我不禁发笑 他们家开连锁店了 没有 我顺路带过来的 圆区的声音很温和 记得以前你每次去社团 都要打一回广告 我被圆区的打去逗得乐了 撑道 我不过是爱喝 什么时候打广告了 你看 圆区指了指我手里的奶茶 我这不就是被广告带动了 哦 我尝了一口 正和我的口味 温热 三分糖 那我可要问他们家要广告费了 不得不说 圆区是个很温暖的人 这种温暖也会很自然地影响我们 欢声笑语里 我的心情是这段时间前所未有的轻快 电影院里的人很多 中间做得很紧凑的 应该就是圆区公司的人 别担心 也有很多其他的家属 圆区似乎是看出了我的紧张 一路虚忽着 我到了中间 电影院的灯还亮着 我还是有些手足无措的紧张 周围已经有人开始起哄了 哇 原来圆总的女朋友这么漂亮啊 怪不得一直藏着呢 就是就是 大眼睛被周围人说得有点脸发烫 我虽然就低下头洋装找座位好 我和圆区的座位在边上 他爱公司的人 我身边是空位 我暗暗地松了一口气 幸亏我旁边没有人了 不然就有点太尴尬了 圆区 这是你女朋友啊 圆区旁边的两个同事问道 我本来就紧张得手心冒冷汗 这么一问更紧张了 但还是面上笑了笑准备开口 这是我女朋友 唐诗 圆区抢在了我前面 声音吻而有力 清澈地像一股肝泉 而下一秒 她温热地大掌握住了我的手 我几倍猛地一将 心跳和呼吸都一顿 是是 圆区回头冲我笑 这是李总和张总 我慌忙点点头 张总好 李总好 呵 看看你 都给女朋友弄得害羞了 圆区陪笑着看了我一眼 直白地望进我心底的一眼 是我的不是 以后多带她出来 几人的笑声荡漾开来 灯恰好熄了 圆区放开了手 冒犯了 怕你太紧张 圆区凑在我耳边小声道 她好闻的气息凑近 在我耳边带着温度 顿时让我有些心愿意马 没事 我心跳有些失常 赶忙回过头看着屏幕 圆区又笑了两声 也回过头观影 老实说这种感觉有点奇妙 我和宋慈是有结婚症的 是实实在在结过婚的 可她身边的朋友 同事大概没人认得我 宋慈也从来不带婚解 第一次被被人坚定的介绍 原来是这样的感觉 头路看电影 原来时间过得真的很快 电影的结尾 女主看着书里的 自己的画像喜极而泣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我不知道 被人默默地 深沉热烈的喜欢 回顾我和宋慈 这么久的纠缠才发现 我原来从来都没有 被好好的爱过 也会有人这样爱你 圆区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 我默地侧头对上她眼底 那光一一声灰 别担心 人生很长 会有人很非常 十分地只爱你 也许你只是现在不知道 圆区将我送回家以后 又被老妈留下来 强行吃了些点心 临走时 老妈还给他塞一堆 自己做的咸菜 让他带给他妈妈 这是以前宋慈才有的待遇 看来老妈 也不是只对宋慈才会热情 圆区这孩子真不错 又懂事又大方 小伙子长得也帅 圆区走后 老妈还在我跟前夸个不停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故意说给我听呢 我忍俊不禁 心中的阴霾顿时消散了不少 这天夜里 我竟然梦到了圆区 她笑着重复那一语双关的话 还有之前大学里 我和她的那些并不起眼的交集 早上起来 我再去拉窗帘 阳光之下 我仿佛看见西装革履的圆区 在冲我挥手 不知为何 我的脸温度有些高 这一个多月 圆区时常约我看电影吃饭 甚至周六 我们会一起去看画展 颂词不爱这些 以往我总是一个人去看 可是没想到两个人一起 别有一番情趣 我开始习惯圆区的出现 她像一束光照亮我 温暖我 直到老妈一语惊醒梦中人 要我好好把握 别让到手的鸭子飞了 我一边义正词严的 揪着我妈圆区不是鸭子 一边抱起 我妈刚刚腌好的辣白菜 跑到圆区家楼下 就撞见圆区和一个女孩子 一起从她的车下来 我的脚步就生生的停在了 离她们三里远的地方 我认识这个女孩子 她就是圆区之前跟我说过的 那个纠缠她的女同事 我本想冲上去 挽住圆区的手臂 宣告我是她的女朋友 可是我看到她们相谈甚欢 气氛融洽 似乎并不是单方面纠缠那么简单 圆区是喜欢上了这个 对她欺而不舍的女孩子了吗 这种抓心挠肝 血液上涌的感觉 让我的心狠狠地沉了下去 直到这一刻 我才发现 原来我喜欢上圆区 我吃醋 我嫉妒 可我就是迈不出半步脚 受过伤的人不容易在勇敢 太害怕失去 太害怕结束 所以连开始都会连连退步 我的眼眶不争气地发湿 扭头就往回走 太狼狈了 我想 哎 圆区 那不是唐诗吗 我听见身后的声音 加快了脚步 是是 圆区三两步地就追了上来 我垂着眸 不敢让她看出来 我隐忍地狼狈 好巧啊 我我 还有事情忙 我先回去了 再待在这里 我怕我的眼泪就会掉出来了 是是 圆区直接一把搂住了我的腰 将我禁锢在她的怀里 这样的姿势 我确实逃不出去 只能被迫看向她 学长 我努力地挤出一亩笑容 你别误会 那是我姐 圆区打断我 我大脑嗡的一声 才反应过来 什么 我瞪大了眼睛 啊 圆区朝车那边示意了一下我 一男一女 拎着东西正朝我们走来 你们先聊着 我和你姐夫上去先做菜 她养了养手中的菜 无名纸上的戒指 闪闪发亮 信息转变太快 我的大脑还处于短暂的尸神中 等反应过来的时候 我抬头才发现 圆区正定定地看着我笑 我羞红了脸 连忙退台圆区 后退了两步 你吃醋了 圆区的嗓音里压不住笑意 我 我才没有 我慌乱地想逃离这个射死现场 谁承想又被圆区捞了回来 同刚才的姿势一样 他有力的手臂捆着我的腰 将我紧紧地锁死在他的怀里 我喜欢你 唐诗 圆区另一只手挑着我的下颌 强迫我看向他滚烫炽热的眼眸 神 什么 他的目光太过直白赤诚 我的声音不自觉小了很多 我说我喜欢你 唐诗 圆区重复了一遍 与平时温润 和煦的样子看起来不同 此刻的圆区坚定 赤诚 那目光直扎人心 就像是 势在必得 你喜欢我吗 你喜欢我吗 或许是圆区的声音太好听了 唇唇如泉水 又或许是他眼底的光太过炽热 浓烈 我鬼使神差的突然就放松了下来 说出了那两个字 喜欢 我说 圆区 我喜欢你 我嫌少叫他的名字 但我确信我此刻喜欢的就是这人 我和圆区说我妈垂嫌他很久了 圆区发了一个坏笑的表情给我 我调侃他 想不到学长还会用表情包 只是偶尔很开心的时候用 哦 我躺在床上不禁发笑 我妈喜欢你 让你这么高兴 不是 我高兴的是 你说你喜欢我 这个人真是 我止不住地偷笑 心里却觉得暖洋洋的 以往我最惧怕冬日的严寒 因为那时我身边没有会将我的手裹进大衣的人 心里全是爱而不得冷温度 而今 似乎 我也有了喜欢冬天的底气 和圆区确定关系后的第三天 正好是宋慈的生日 他的朋友打来电话说 宋慈在酒吧喝醉了 一直在叫着我的名字 我们已经离婚了 你们找笑笑吧 我冷静地回到 却听见电话那边传来宋慈的声音 我们分手了 唐师 你听到了吗 我分手了 我握着电话的手突然僵了一秒 随后 还是挂断了电话 有点可悲吧 为了笑笑 为了宋慈 也为了我自己 凌晨两点 我又接到宋慈的电话 这回 是他本人 我本不打算见宋慈的 可是老妈说 既然选择了圆区 该断的就要断干净 所以我下楼 见了宋慈最后一面 老远就闻到了他身上的酒气 他的嗓音哑得不成样子 却还是坚持叫着我的名字 是是 他带着哭腔的声音 在背后响起 今天是我的生日 你第一次没有来 二十几年 我们一同长大 我知道你爱吃小龙虾 爱喝奶茶 我知道你不喜欢冬天 因为怕冷 我知道你生理期的第一天 会痛得死去活来 你的相册里每一张都有我 你的歌曲库里 存的都是我喜欢的歌 你是因为我才爱上看动漫 也是因为我才学会的做饭 试试 我们真的回不去了吗 我背对着宋慈 闭了闭眼 声音已是哽咽 我说宋慈 原来你都知道啊 我爱什么 我不爱什么 原来他都知道啊 我和他二十多年的友情长跑 爱情占据多半 那些人前人后不敢言语的瞬间 少女内心压抑的欣喜 到后来义无反顾的 以婚姻做筹码 赌他爱我长久 不我们相伴一生 宋慈 你知道我爱你这么多年 我有多爱你吗 你知道我曾经 多么坚定地奔向你 宁可跌头破血流 也要固执到底吗 我背对着他泪流满面 不是因为爱而不得 只是祭奠我十二年如一日的一腔孤勇 宋慈 良久 我才开口 那天我说祝你幸福 是真心祝你幸福 我说我要去追寻自己的幸福 我已经追寻到了 夜里的寒风刺骨 说完这句话 我再没有回头 新年的第一场出雪 我和元曲看完电影往回走 小区的路面年久失修 坑坑洼洼的 踩在上面很容易滑倒 一个不留神 好暖和呀 我朝他笑 我今天还从以前社团的老团长呢 听到一个秘密 元曲 你想不想听听 我凑近元曲的耳朵 故意放低声音 元曲顺势将我公主抱抱起 大步走到小区门洞 什么秘密 我听说呢 有人毕业要和我告白来着 结果知道我要结婚 伤心到在酒吧买了好几天的罪 话语间 已经到了三楼元曲家门口 开门 元曲直勾勾地看着我 示意我从他兜里拿钥匙 那眼神 太过浓烈和直白了 你放我下来 自己开门 我要回家了 越到后面 我的声音越没有底气 元曲笑了 笑意却不达眼底 怕什么 开门 让你回家 我摸索着将门打开 而门开的瞬间 元曲就抱着我进了屋 回脚就将门踢上了 你骗人 我撑到 元曲静直将我放在了沙发上 随后他整个人就压了过来 我心动如骨 元曲凑了过来 在离我鼻尖一厘米的地方停住 不止几天 他收敛了笑意 屋内没有开灯 我却能就着月光 看清元曲眼底 那一团团熊熊燃着的火 知道你要结婚的那段日子 我就差点住在酒吧了 元曲的眼睛一直是有魔力的 我想 不然我怎么会在明知道 一会儿会发生什么的时候 还主动伸手搂住了元曲的脖子 原来你喜欢我这么久了呀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 也有几分沙哑 看不出来 你这个小东西 藏得还挺深 元曲眼底的火 噼里啪啦的烧得旺 某一个瞬间 炸开了一朵绚丽的烟花 我不想 这三个字 尚未完全落到我的耳朵 元曲的唇就已经压了过来 元曲到底还是 把我给搞到手了 这个腹黑的男人 事后我和元曲依偎在沙发上 我摸着他下巴上的胡茶 打去他 所以你们公司 到底有没有纠缠你的女同事 元曲将我为非作歹的手包住 放在他胸前肋骨的位置 那里一下又一下 有力地跳动 没有 因为他们都知道我在纠缠你 我说你这个人腹黑得很 小嘴倒是真甜 元曲笑了 一年以后 在我和元曲的婚礼上 我看到了隐匿在人群中的宋词 他沉稳 骆驼了许多 朝我笑了笑 不知为何却红着眼 我回了他一个微笑 转而回头抱紧了我身边的元曲 年少时我们都以为爱要滚烫 要刻骨铭心 要撞倒南墙不回头 要尽兴 可真正意识到幸福的时候才发现 爱原来有千百张面孔 言辞恳切是爱 和风细语也是爱 紧紧相拥是爱 必而远之也是爱 无关他是否轰轰烈烈 天长地久 而爱的本质却永远不变 那就是不要忘记爱自己 哦 还有爱我的原先生